大家好,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0年10月3日星期一 郵輪公開油溶斷機制 在星期四、10月6日取消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 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 這個溶斷機制太遲取消 郵輪業界已經錯失了7、8月的黃金檔期 即是暑假 郵輪公司調配船隊和人手需時 對年底旅遊旺季或之前復航不樂觀 葉慶寧批評港府拒絕聆聽業界的聲音 去年兩間在香港營運的郵輪公司 分別已經清盤 已經前往新加坡 將拖延本港的郵輪業復航 他又說 為於啟德郵輪碼頭的社區界措施 的營運合約11月底屆門 期望能重啟郵輪旅遊 簡單來說 香港旅遊業界屌辭政府 你們不重啟 人家都搬去新加坡 你們該死吧 香港政府 阿超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 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